臉書官方寫字牌上面 先讓大家有一些提問 先讓你知道那些網上星期一百怪的問題 韓傑老師 車子的後照鏡 你為什麼這麼容易壞人 這應該要問小柔老師 我也是這樣講 小柔老師 為什麼他會撞後照鏡呢 因為他突出來就很好抓 然後我常常跌倒 然後就覺得自己很好的 我不想再抓那個韓老師了 真的 你有抓他的頭的感覺 就啪 踹下來嗎 我踹下來 所以那有心情嗎 網路上還有這樣的問題 韓老師 為什麼你這次在戲裡都穿襯衫 不然你希望他們一直都裸體吧 而且你的襯衫都五花恰 對啊 顏色搭配的都很跳 對 那今天為什麼這麼素養 今天我已經很有誠意了 我今天是第一次用韓老師的髮型 參加活動的 第一次 以前之前都是我自己的樣子 今天是第一次 因為就是想要謝謝這麼多人 今天支持我們滑溜 支持我們料理高校生 所以想讓大家看看韓老師本人 真的 都給你摔去了 然後今天韓老師本人就在現場 歪了 歪了 真的 整個歪腰了對不對 對 劉璇網友也有問說 請問那個夏花到底比較想要跟誰在一起 這個就讓你們繼續看 沒有啦 你先說啦 我在旁邊 你媽 就是目前兩個都算是好朋友 都是站在同一條現場 對啊 真的可以 兩個都有機會 還是比較喜歡韓老師 老師就是老師啦 好好好 是不是可以 對 請你不要有這種 奇怪的那個觀念 不要守舊 你說你可以喔 可以啊 他們在補習班已經公開做錯可以了 後面聲都沒關係了 這件事情在網路上已經廣為流傳 三百多萬人都知道 只要好好認真念書 就有機會了 對 然後哈萊雲說 阿勝 如果你真的跟麥子打架的話 到底誰會贏呢 當然是我啊 喔 原因是 原因是 我就是會贏 好 好 不管怎樣 千奇百怪的問題 那麼歡迎大家持續在我們的臉書上面 跟他們一起這個交流交流 那今天既然來到現場了 我們還是要跟大家玩一下 我們這個 這禮拜呢 昨天收視率又回到 正常的高度 正常的高度 真的真的對我們來說 你們都很優秀 然後大家就是很認真 又回到2.6 2.5 8多刀 一直往上飆 上禮拜就開學大家吃飯晚點 這禮拜終於認真 在家裡看電視 所以 我們來看電視 好不好 請見 amazing 我們來看見 我 Commission